台中七旗是中部 頂級豪宅聚落 坐擁市政中心 明星學區 百貨商圈 公園綠海 捷運綠線 入駐七旗更是 身分地位的代名詞 中部的房地產指標 就是在七旗 不管是用比較法 成本 或者是考慮它的收益 我想伯克萊基地 是少見 具有三種優勢的 最佳一塊基地 首先在七旗裡面 很少有旁邊井林 就是有一千多坪的 一個廣場 然後對角又是南屯公園 走路不到五分鐘 就是所謂的大墩 繪文明星學區 七旗大概不到 總價不到三千到五千萬 是很難入手 伯克萊用一千萬左右的總價 自備七十八萬旗就可以交屋 從市政路以南的南七旗 擁有四萬五千坪公園綠地 而伯克萊距離 都心綠廢的文心森林公園 走路只要三分鐘 南七旗的龍基綠 跟建壁綠 都沒有像北七旗 那麼的密集 它這邊的公園綠帶 也是七旗裡面 最多的一個區域 新花建設呢 這次推出了一個 七旗伯克萊小坪樹 它是就坐落在整個 南七旗文心森林公園特區 所以這邊呢 是被譽為 最適合居住的一個 七旗地段 這裡除了文心森林公園之外 還有即將開通的綠線G10A站 台沖七旗之所以 會豪宅淩漓的 最主要也是 它整體的一個規劃 相當的完整 主要除了包括 是政府啊 各劇院都在這邊之外呢 那最主要的還是有這個 文心森林公園等 三座綠地 所以這麼高密度的一個 綠覆蓋力 其實讓非常多的高資產主 非常的青睞 伯克萊是七旗重畫區內 稀有的大基地 小坪樹精品豪宅 以公園景觀優勢 建構南七旗最大的 純住在社區 預計將掀起一波 中部購物熱潮